深夜 纽约市的街头正在举办狂欢派对 突然 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闯了进来 她紧紧抓住一名踩高桥的人 罪案调查科接到报案赶到了现场 死者面部和头骨均有创伤 很显然遭遇了顿气击打 封锁现场后众人开始进行证据采集 小白找到了一些塑料碎片 戴拉发现死者手镯上沾有带血的皮肤组织 探员在不远处下水道中找到了死者的钱包 从证件上了解到死者叫安娜 几英尺远的灌木丛中还发现了安娜的手机 戴拉看出来钱包是一个高档货 并且里面的信用卡钱财都没有丢失 很显然凶手杀人并不是为了抢劫 手机中最后一通电话引起了迈克的注意 打电话的人居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新客局长 取证之后尸体被带回了实验室 没想到实验室内闯进了一个神秘男人 他来到试检科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 幸亏被法医及时发现 迈克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 直接就把门卫保安辞退了 发现案发时间有一个金发女人的身高体型 好在尸体身上的证据没有被破坏 不过由于事情发生的太快 他并没有看清楚神秘人面容 亚当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脚印 出来的时候正巧新客局长找到了迈克 迈克对他抱怨了一番警卫的问题 随后询问起关于和安娜通话的事情 从局长嘴中了解到这个安娜可不简单 他掌握着很多高层人物的把柄 很显然其中就包括局长 但是他却不愿意和迈克分享这个秘密 他很有可能目击了案件过程 探员按照地址来到了杰克家中 杰克说照片上的女人是自己在酒吧认识的 两人结束之后女人就离开了 对于女人其他的信息并不了解 探员按照杰克提供的地址调查了酒吧 没有任何人见到过那个金发女人 小罗在安娜穿的尼龙丝袜上找到了一根头发 DNA匹配到了一个女人 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在一年前就死亡了 那么一个已经死亡一年时间女人的头发 为什么会出现在安娜身上呢 同时亚当对手镯上的皮肤进行了检查 放大后在细胞结构中看到了液态物质 深度分析后发现这是一种高仿真的人造皮肤 他决定去追查人造皮肤的来源 小黑对现场找到的塑料碎片进行了拼接 最后发现是一个U盘的盖子 而当初他们检查现场的时候并没有找到U盘 小黑认为安娜被杀应该和U盘有关系 而那个神秘人闯进尸检科应该也是在找这个U盘 小白决定去安娜所在的公寓搜查一番 或许可以找到有用的线索 两人刚刚来到安娜公寓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声音 在里面抓捕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从证件上了解到男人叫安东尼 很快安东尼被带回了审讯室 详细调查发现安东尼现在是一个私家侦探 在之前从事过六年的警察工作 经过鞋印对比安东尼就是闯进尸检科的神秘人 安东尼态度十分嚣张 说自己就是为了前来寻找U盘吧 并且说雇佣他的人权力非常的大 还向他做了一个不会入狱的保证 至于其他的事情他是一点也不愿意拓谋 麦克怀疑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局长 到目前为止 安东尼已经绕过了两栋大楼的安保系统 同时还入侵了监控系统 如果没有人在内部帮助他 安东尼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麦克怀疑上级并不是空穴来风 他调查发现局长涉及一起性骚扰案件 他怀疑安纳U盘中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资料 局长却警告麦克 没有证据不要随便咬人 另一边亚当追踪死亡一年的女人追踪到了殡仪馆 发现这家殡仪馆涉嫌违法贩卖器官接受过调查 深度调查后找到了一家高端定制人偶店 这家店曾经和殡仪馆有过生意网爱 亚当怀疑人偶店购买头发制作玩偶 根据头发颜色 可以确定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金发人偶 探员立即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人偶店 从老板手中拿走了近一年的客户名单 很快锁定了一个奇葩的宅男 宅男首先兴致勃勃为探员介绍了自己的三位妻子 不过在他家中并没有找到那个金色人偶 男人说在前不久他和人交换了 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的信息资料 小罗决定从人偶身上的指纹入手 于是拿走了男人心爱的人偶 经历一个小插曲之后 人偶娃娃被带回了实验室 小罗取下了娃娃的舌头 在上面找到了一枚完整的指纹 指纹锁定了一个叫杰克的男人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杰克在检察长办公室工作 最重要的是前不久刚刚走访过杰克 看来他当天撒谎了 探员立即带人返回了杰克家中 果然在他家中搜到了那个金色娃娃 经过实验对比可以确定 当天的目击者就是金色娃娃 而娃娃上的头发出现在安娜丝袜上 说明安娜来过杰克家中 杰克见状交代了一切 他和安娜是在酒吧认识的 之后就把安娜带回了自己家中 当时安娜在窗台上发现了家中的人偶 安娜认为他有精神疾病 于是就急匆匆离开了家中 对于杀人的事情他拒不承认 虽然不相信杰克的证词 但现在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可以对他定罪 出来后小黑两人对案件进行了分析 小黑认为既然凶手为了幽盘杀人 他不可能把东西再丢弃掉 他瞬间想到了那个金色人偶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在人偶头部扫描到了一个幽盘一样的东西 拆开后在里面找到了幽盘 并且在幽盘上找到了安娜的血液和杰克的指纹 迈克带着幽盘对杰克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是在检察长办公室工作 他的电脑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机密 没想到盗取资料的时候被杰克发现了 于是他残忍杀害了他 面对证据杰克还拒不承认 但安娜的血迹在杰克指纹下面 任他在狡辩也不能抹除他杀人的事实 案件结束后迈克马上把证据送到了证据库 没想到最后这个幽盘还是被别人拿走了 至此这起案件也到此结束了